12月30号星期六 上午十点 马来西亚 曼荣静宗学会礼堂 佛法开示 即慈悲诗识超度法会 即码头放生 12月31号星期日 念贤劫千佛 持斩储罪一千劫 马来西亚吉隆坡 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 岁末祈福超度大法会 敬邀十方大德 踊跃前往参加 阿弥陀佛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藏经是在哪里讲的 在天上第二层天 这部经不是在我们这个事件讲 是在天上的第二层天 叫做道理天 为什么去那边讲这部经 为了报佛 报母恩 释迦摩尼佛 摩尼佛 摩尼佛人 摩尼佛人 释迦摩尼佛出世以后 他七天就舍报了 事上释迦摩尼佛出世以后 为什么摩尼佛人要舍报 因为他是释迦的 摩尼佛人他发愿 贤结千佛他都要当母亲 所以他是佛母 所以 佛祖出世以后 他福报就大了 他就升天 在天上享受他的快乐 因为佛是至高无上的 他来的时候 就是为了度众神而来 那这部经就是来告诉大家 他要报母恩 因为他父母生下来的时候 就舍报了 所以说他为了报母恩 到天上讲这部经 那这部经就是在说 地藏王菩萨他的过程 过去生世他怎么来度众神 来利益众神 来利益他自己的报他的母恩 所以说当时我跟我母亲说我要出家 那么我妈妈就说 收兄就收兄 我就出家 我一定会出家 我就来说 我已经找到路了 我一定会堵 因为死命很大 我这时候我如果堵不上 我专门 没有人堵得到 因为我了解 佛经很深 我看到的时候 我很高兴 所以说我如果没有堵 自己如果不成就 我今生的父母 多生的父母 乃至于现在的那些亲戚 朋友 都没有人 都没有人堵 因为我心里都没有堵得到 因为他当局的因眠 就是说 送八观在界有十条功德 第一条是脱离病苦 我就在打鼻 看到一条去参加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 这个地藏经 如何如何 我去乘地藏经 我每天念 我这个地藏经 以前在念这个地藏经 都是规则 但是他非常感应 可能是应该是 是佛菩萨真的是慈悲 要教我 我那个规则送地藏经 一规下去 开始 送不到五分钟 他的眼睛 噢 眼睛叮不紧 脱离病 脱离病 真的 我不变你 那是夜障深重 你身边一定有眼睛在住 所以你在送这个布巾的时候 你会 他那个眼睛在住 他就没有给你障碍 我当时 很有毅力 我一定要跟他拚 一定要跟他拚 我脱离一定会 死不死 脱离不死 不死 所以我当时 他就没有多障碍 五分钟 他就 拚不过 我都是说 免睡免睡 免睡免睡 免睡 免睡 所以布巾都要 困操十遍以上 都是在迷糊状态下 一直黏 一直黏 但是我练得很熟 我每天练 所以这布巾如果 我那个时候没有来出家 这布巾一定会发败 但是我每次送完了以后 怎么办 你知道吗 每次送完都做噩梦 人不是死人 不就是看到出山 不就是看到冠叉 不就是看到冠叉 不看到室座 都是这 每一部送完了 你去躺着就是看到这些 不就是那些 那些四季的朋友来找我 我们的厄子 我们的阿嬷 我们的阿嬷 都这来 但是有的人 他看到那些兵 因为他那个都是 都是真的是就是 就是会来在冠叉 出现 但是我因为 我已经读了地藏经 我就知道 那个是什么 来找我们 讨功德 对不对 因为你在宋支付经的时候 这三百万加持力 不可思議 地藏王菩萨的功德利益不可思议 一支付连连 他就来撤你 撤你要做什么 你经过来送给他就好 你只要很诚心的帮他 化解这些烟业 那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我当时在送这副经的时候 我每次送完了 就一直有这些经济 一直来一直来 好几年 好几年都这样子 刚开始的时候 我会送这个经 会一直想要睡觉 大概超过四年多以后 就没睡了 睡醒就不开了 那送地藏经 精神得有得好 那时候我就知道 这些已经被我杜 很多已经被地藏王菩萨杜走了 所以这个是菩萨的打功德力 在那里 我以前在拍拼 我看到地藏王菩萨 我会害怕 最后会打 其实不是我在打 是我附在我身边 那是过去 他怕 不是我在怕 但是他怕 他就连带了 我会怕 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去看地藏王菩萨 我就想不想看 但是后来 送这个地藏经 所以说 他一直想到 哇 我会看地藏王菩萨 他一直想到 所以是我们身边的 燕金在祖 在起 这个 他在怕 不是我们在怕 所以我们 送这部地藏经 他有非常大的加持力 81页 看81页 这个 落后算起来 第三行的底下 这个 从佛告四天王 這邊開始 他说 佛告四天王 善哉善哉 如今未如 即未来 現在 天人众等 廣立一顾 說 地藏菩萨 以沙婆世界 炎湖敌内 生死到中 只爱救把 度托一切众生 荒变之事 地藏菩萨 用什么种方便 来给我们堵 他就是 要说 功德利益 用四天王 王妍 慰藍世尊 愿耀一文 佛告四天王 地藏菩萨 九眼节来 弃至于君 度托众生 有会必愿 他的愿力 没有 没有终止的一天 大家都知道 地藏菩萨 他就发这种案 众生度自 方正不停 地域未空 事不成佛 所以说 虽然无量节以来 一里度众生 到现在 他那个愿 还没有 还没有停止 这个叫做 有未必愿 然后 此名此事 罪苦众生 互关未来 无量节中 阴满不断 就是这个阴满的意思 就是我们这边 还在这边 造了很多的恶业 还在纠缠不清 以事之故 又发重焉 如是不材 沙头世界 言无敌中 百千万亿方便 而为教化 他来这边杜众生 他有百千万亿方便的划门 视线种种的形象 他也有可能 会实现做一个小孩去拎刀 第十万菩萨 但是他为了杜伶的话 他会怎么 真正就死了 很快 他就死掉了 又吃乖 所以说 你看到这个小孩的时候 哇 很漂亮 这个小孩 你很爱很爱 但是在你很爱的时候 就要舍线示报 视线就要舍报 你不舍 你不舍 那别人怎么办 别人的不舍 不是只有你不舍 所以你应该要接受 要放下 这个事件本来就是 真实宣详如之 这个菩萨要来度中生 他会视线很多 有时候给你追恩 有时候给你追悟 有时候给你追悟 有时候给你老婆 有时候给你女儿 有时候给你女儿 这些都是什么 菩萨来视线 你就是这样 我只要世纪狗 我就走了 要给你艱苦死 就对了 像菩萨来说 菩萨时间把他走 你怎么扭弄 你怎么扭弄 你扭不掉 我帝主看到菩萨要走的时候 这个不甘 菩萨在的时候 你不认真 你带菩萨要走的时候 这个不甘 没效 菩萨就是有什么要走 其实菩萨要在这里 也不会死 它随时可以视线出来 其实在座 也许有佛跟菩萨 来这边 你也不知道 因为这些菩萨就看不到 所以 在软眼睛里面 佛祖就说很清楚 末法时期 佛祖叫菩萨 在阿罗汉 来这边视线 成一个菩萨 这边度人 他不能透露 他的身份 所以说 诸佛菩萨有很多 尤其在我们这个 现在这个五卓二世 应该有很多菩萨 圣人 在我们这个 佛教里面 也就是度众生 也许是海淘和尚也不一定 因为我没有心痛 他说我不敢说 是 但是他真的是 比一般的人 吃不到不行 他在想自己 跟老大 在想都不一樣 不一樣 他都在想什么 蚂蚁没有得吃 鱼没有得吃 鱼没有得吃 法粿也没得吃 所以大家 如果是早期的 跟着我们和尚的都知道 裸子裸子裸子 都在无法補 一直走 都无法補 裸子裸子 中心没得吃 那你如果没有大慈悲 大厌利 你做不出来 所以这个都是佛菩萨 用他的黄奔法门 在度众生 再来 他说 我四天王 地藏菩萨 若毅沙生哲 说树英短命报 这一行箱 就开始跟你说了 你如果看到人 那里那么快 就 往生去 那里面 那就是过去殺生罪 这一条 在我的身上真的发现 我如果没有来学校 我已经死13年了 不活 绝对不活 连我自己 我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又活下来 我又活下来 我又活下来 我并不太开心 但是我开心 你知道吗 我看到佛菁 我今生最快乐的就是 我看到佛菁 我会跟佛祖说 佛祖你嘴巴 你现在现在就跟我走 我会走 因为那种痛 痛到没办法处理 所以 这个殺生的这一条 对我来说很相应 我一看到这个 我就 一直感觉说 哇 太真实了 再来看第二个 墨益窃盗者 说贫穷苦出暴 我们是浪贡 头的东西 来生 这个 拖人东西 他不是拖了就算了 他拖了以后 他要先去 第一道受暴 勿给到受暴 然后再来 出生到受暴 出生到受暴 出生到受暴的时候 所以你如果是 比如说我欠你的钱 我会来出去做 第一 等人家给你 给你拿去买 来派你的钱 还你的债 还你的债 如果这些人 有这种现象 怎么不就 赶快布施 布施不是钱多跟少 但是你要那个心 赶快一直去做布施 把你现在所拥有的衣服 也可以 金钱也可以 食物也可以 火用体力也可以 金钱给你有赌到的人 他有那些钱 他给你赌到 所以邂逅的人 不会贫穷 所以了解这些人 哇 确盗 是贫穷 苦助报 但是现在人 有多多人在做这个 太多了 这些人要怎么 这些人要怎么 这些人要怎么看 这些人要怎么可能 所以 所以 我常常 我 有时候会碰自己 我都发现了 只要是 我碰自己的钱 他都不是算老头 都总是我给他的 我不希望他们 变成那种 那种 贫穷 再来 若毅协议者说 切割燕鸯报 那个 猪脚 猪脚就知道了 那个 麻雀 麻雀 所以 时间到了 整天都 总是 每天都是都同样 跟鸽子 都同样 整天都在那里打形 你知道的意思吗 就在南里 在交配 每天都在交配 一下子就交配 一下子就交配 但是他们的习性 我们也看就知道了 所以说 我们 在这个人世间 我们如果 常常去 鼓引别人 破坏人家家庭 以后 你的果报就是 缺割 营阳 所以说 這個是 不应该 肉依恶口则 说 劍属 斗争报 我们如果是 奥 缺割 以后我们就 劍属 他就是这样 整天差弄 不得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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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是 你自己做来的 果报 你自己去 恶口骂人 去 去 让别人 和不来 你的家庭就这样 所以说 有的人 对这个 哦 你怎样说得不及 反正 整天就是 灭了 因为你感召过来的 那种果报 它形成了 他就要灭到 灭到你的 灭到你的 果报 都不及了 才不及了 再来 肉依诽谤者 说无捨 藏口报 你如果 这锤 里面 常常打锤 会生的 有的 没有的 这就是这样 你就是 毁谤 常常去毁谤别人 常常毁谤佛法 毁谤政法 你的 自自然 他会 很奇怪 就一直 感召这个 像我以前很大 面对 但是 但是我开始捨佛了 我刺一条 四額 做那些 做那些 要怎么办 现在开始缩爆了 我在说的 这都没有吹怨 你知道吗 我 现在这个里面 都没有 没有 那口水 你 讲话都很吃力 啊 这口报 你就没法 不然 事实上 我不要去 翻那些 那些 我真正 高兴 一路 不听 但是这就是 做得太多 乌鸟 但是后来 后来知道 这个故事 不好 我就改革了 但是 先是爆 我也希望先是爆 我不希望来是爆 我希望今生 就什么 改爆就通通来 看那是 是什么 严 这三个 这四个 五个都没关系 完全 我这四人去 要 不要这样 只四人洗一遍 后四人又洗一遍 让特色来 都要洗顔 不用了 你过去一遍都要洗幾趴 穿穿 好像 他穿布图 整肩 做一遍 结束 再来就要做圣人 不在这边轮回 太苦了 所以说 那时候我就要跟胡宗 不来了 但是虽然 嘴巴 讲说不来 后来一直看清 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深入 到 到后来 不能不来 为什么不能不来 你知道吗 因为你们都还在这里 所以我不能不来 菩萨就是这样 我们六金建树 隆重在那些 受苦 你怎么能不能来 你自己 跑到死 你怎么能看白人在那些 干扣 所以大圣菩萨 他就是有这种大慈悲用力 哭不快 我再来 但是 一定要成就 你一定要收到 你有一种神通 没有格式你 你要知道我来就是要做什么 所以佛法是 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依靠 再来看八十一 我若毅称慧者说 丑落 农产报 其实 我刚出家的时候 我这时候有感冒 我以前有八百的感染 我自己照镜子 我都跟他说 你这 你怎么死了这次 因为 那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病 生病 生病的时候 那些病人在痛苦的时候 那些病人变痕 那些病人变痕 你自己不知道 你有多难看 你照镜子的以后 你自己会戳戳 台中讲堂现在 现在台中讲堂 还有一张 是我以前的照片 但是 连是看到一半 那整个头毛是 看见就是 又老又丑 我 所以这个果报 在我身上 各种形象 不然我都经过 所以我很相信英国 你现在虽然青春美丽 但是你只要夜报来 看你多青春 摆到无法人要看 所以 庆恨心重的人 他特别会感到 这种丑陋的荣染报 我以前 一拍 怎样拍你知道吗 因为 怕人给他给他 起呼了 所以你就开始 每年 都要 建国 你很害怕 就对了 结果那边 很害怕 所以一直跟我们 协佛后 我就一直要告诉 我这些期期 就是一直要改 很难改 但是 你不能不改 从内心里面 把这些症痕心 黏掉 不然再留 我只要告诉大家 所以说 所有的事情 过了就没有了 你不要把烦恼 放到下一秒钟 现在你会生气 对不对 起床 起床 就好了 你不要再起床 再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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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床 起床 再起床 看着这些人就起床 其實你是在虐待你自己而已 不要再起床 寫佛 你要拿智慧出来 過日子 不要用你的意识心 過日子 要用你的智慧 要用你的智慧 所以我们常在说 你可以统领百万大金 但是你享福不了你的心 如果有一天 你可以享福你的心 那你就成就了 好 人要怎么跟你说 要怎么跟你誤怨 你都没想起 但是很难 很难 很难 就是难 所以我们才要做 再来 六亿监利者所所求委员报 那如果监贪 不愿意去布施的人 你所求委员 你求什么都没有 你想要负责 没有 你就是被盗而辞 你求不 不用求 但是你要得到的话 你赶快去布施 不是监令 可以得到富贵 很多人就以为说 我的外的 日子 你后面就帮你 去过那种痛苦的日子 所以不能监令 不布施 那布施 那为什么我们要布施 因为我们要度很多重生 你不能不布施 你不能没有福报 你没有福报 你要怎么度蓝 资粮不够 所以 阿弥陀佛他就说 未来生事 我一定要做大师族 你只要来到我这个国度 你要什么通通满你的愿 你如果投胎到极乐世界 你要去十方供养一些诸佛 你所带的这些 贡品 不满你的愿 那我阿弥陀佛不成佛 不是一尊 佛是无量无边的佛 你要带去供养十方一些诸佛的贡品 不满你的愿 他就不成佛了 不是只有一个 我们去得无量无边的人 极乐世界有多少人 用算术比喻所不能知 那个已经得到阿弥陀佛 已经得到声闻 言解 那种的 都算不上 他有神通 还算不出来 而且那些人 每一个人都一样 要去供养 使用一些诸佛 你的贡品 不让你满意 我不成佛 这个要从哪里来 从布施而来 我这个从哪里可以 可以证明 你知道吗 从海淘和尚的身上 去到缅甸 去到印度 那其中有整通的 似乎他是一直布施 你去寺廟 我们这回忌的时候 整个都是那个僧团 全部都公养 看多少很多人 我们的所有人 都在那本钱 不够到够欢喜 所以我们海淘和尚 不可能缺钱 未来生亡 如果再来 绝对是欧望 所以 钱对我们来说 对众生很重要 但是对修行人来 那是 要很多解释要 度重生用 而不是说 自己要来享受 这些 这些我们现在都可以 可以拯救 可以满你的愿 我们不要整天 只割到一些稍微的事情 谁对我好 谁对我不好 整天都在无知 你不要浪费生命 关台你对我多少 我对我自己好 我不要自己要知道 你对自己最不好 不是白人对你不好 自己在下台 自己都不知道 叫你跳出来 又不要 这样 要浸在那些苦海里面 所以我们 别人对我们 如何如何 那是他的果报 我们自己要怎么做 你有你的果报 你对你的因果负责 所以这个不能监贪 再来肉欲饮食无度者 说即可夜宾报 那人在这些时候 都吃得很好 不过吃很多 整天都不吃 以后来生 你得到这个 即可夜宾报 很贵 即可 做人 同样 打牌 不吃 对吧 果报 现前 不是你钱 有钱就好 不是啊 所以我们 如果 饮食无度 到 像 满汉 前夕 那一桌 一桌 一桌 那你也好 一桌 一桌 你看到 Cant Elon 你那isés 那一桌 一桌 一桌 可以叫多少人 你有福报 你単蛏 fuckin 你的果报 是什么 宇可夜宾报 你还是没有 Kafka 对到 你还觉得不可能 得�� 那源国 是不是说 你是不相信他就没有了 不是 吸董 他是整个 宇宙真实的现象 你信跟不信那是你的事 不信你為什麼會來投胎當人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依靠自己的果報在過日子 而不是說不相信就沒有 真理是什麼 你相信太如此 你不相信太如此 這個叫做真理 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薩阿彌陀佛 每一個人都知道一切快樂來自於利益眾生 一切快樂來自於幫助其他眾生離開痛苦 所以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一個最方便的方法 就是什麼 把佛像把經文把咒語印在帆布上 刻在石頭上隨風飄 風吹到哪裡 三二道的眾生就離苦 風吹到哪裡 這裡面就三寶的加持力 當地就可以消災元寿 就可以圓滿就可以滿怨 所以中華印金協會生命電視台 大量免費的製造很多經凡 咒語佛像到處送給人家 掛在車上掛在山上掛在任何地方 讓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 弘揚在全世界讓這個世界消災難 所以大家多打電話來 我們就把帆琪寄給你 也多護持印金協會這個大量製造三寶 風馬琪的功德 佛彌佛 護持帳號1965-8482 1965-8482 護名中華印金協會 生命點事嘉義生命講堂 舉辦八關災界 恭送淨土五經 點簽燈 供簽水 護聲祭慈悲詩時法會 恭請戰德法師主法 日期12月17號星期日 上午9點 地點嘉義慈悲湖 地址嘉義縣中浦鄉和路公館 70-56號 聯絡電話 05-225-5888 05-216-6700 上午8點 於嘉義車站 嘉義講堂 及中心備有專車前往 盡請事先來電登記 訪會備有免費消災 抄建牌位 供大眾填寫 生命點事基隆法王寺 舉辦禮拜慈悲三杯水菜 佛前大拱 點燈 藥拱 護聲 祭慈悲詩時法會 恭請戰力法師領眾 日期12月23號星期六 上午8點半 地點 基隆法王寺 地址 基隆市仁愛區隆安街198向四弄17號 點的電話 02-2423-9448 02-2423-9448 詞曲 李宗盛 慈悲面佛 獨眾生 方生世世 求眾生 生命點事 也大慈大悲心 不獨眾生 接下來請收看 《愛護生命卡通動畫》系列 火爆降臨屠宰場 有一個頗具規模的屠宰場 那就是遠近聞名的紅龍屠宰場 哎呀 這個屠宰場每天要宰殺這麼多頭豬啊 當然了 紅龍屠宰場 可是這附近唯一獨家現代化屠宰場啊 周圍賣的豬肉 大多數都是從這裡出來的 是嗎 這麼說來 這裡可真是豬的地獄了 是啊 對於豬來說 這裡真是名副其實的地獄 劉主任 三號棚裡的那幾十頭豬 今天可以殺了吧 嗯 那六十頭豬已經送來三天了 該送他們上路了 那六十頭豬今天就殺掉吧 嗯 好的 馬上要過節了 市場需求量一定會變得很大的 所以我們要多宰殺一些 來應付市場的供應量 今天上午殺的豬 大約有一百多頭的 是啊 黃師傅 這幾天為什麼我們要殺這麼多豬啊 不是快過節了嗎 每到過節前幾天 我們要宰殺豬的數量格外的多 是啊 過節前的這幾天 也是我們賺錢最多的日子 小張 這幾天你多加加班 絕對能大賺一筆呢 但是 我媽不讓我在這裡上班了 他希望我今天就辭職的 啊 為什麼呢 要知道 我們這裡 可是非常賺錢的公司啊 好多人想來我們這裡上班 都進不來 你怎麼會想要辭職呢 是啊 小張 你在這裡做得好好的 怎麼說辭職就辭職呢 我媽學佛吃素 她說 我們這是殺生作孽的行業 長久這麼下去 終究是會遭到果報的 遭報應 小張 你不會也相信什麼因果報應吧 怎麼說呢 一開始我是不相信的 但是 我母親給我講了很多 關於因為殺生而遭到果報的真實事例 所以 我現在也有些相信了 小張啊 那些事例不過是你母親講的 你又沒有親眼看到 怎麼就相信呢 就是嘛 我在這裡工作的時間最長了 死在我手裡的住成千上萬 可是你看我 哪裡遭到什麼果報啊 就是嘛 你看 我們屠宰場裡的這些人 哪一個遭到了果報呢 小張 好好在這裡工作 不要想太多 哦 然而最終 小張還是聽了學佛母親的話 此旨離開了這家屠宰場 媽媽 不知為什麼 每次將這些生命放生後 我都會感到心情特別舒暢 當然了 放生是行善的事情 而殺生則是遭惡業 行善自然會心情舒暢 因為你這是在祭善果啊 媽媽 那殺生真的一定會遭到果報嗎 是的 一定會的 那我那些屠宰場的同事 他們為什麼都平安無事啊 善惡有報 等到果報降臨的那一天 他們後悔可就晚了 嗯 很快 果報便降臨到了這個屠宰場 老高 豬都裝好了 十二頭不多不少 老高 這些豬今天夠了吧 十二頭怎麼能夠啊 過節前的這幾天 我們屠宰場天天都加班 我一天至少要往屠宰場裡 送三四車才夠呢 啊 這麼多啊 你們屠宰場的生意可真好啊 是啊 這些日子 我累得一坐下來就睡著了 真是很疲憊啊 老高 你可要小心點啊 開車的時候可不能打瞌睡哦 嗯 我當然知道的 哎呀 救命啊 救命啊 我的腿 我的腿被卡住了 老高 開了這麼多年的車 從來沒出事過 把我們屠宰場進行宰殺 是在造惡业 所以才遭到了果報的 這不是胡說八道嗎 送猪的都遭到果報 那像老黃這樣 每天殺猪的 怎麼就平安無事呢 就是嘛 我可不相信什麼果報的 小張 我們也都不在 紅龍屠宰場上班了 是啊 我們也都辭職了 那真是太好了 我就說 那種殺生的行業 是不能做的嘛 你們以前還不相信 現在怎麼想通了呢 小張 最近屠宰場裡 發生了很多事情 正是經過這些事情 我才相信 這個世界上 真的是有因果報應的 是啊 也正因此 我們才決定辭職的 否則過不了多久 我們也將會落得 像老黃他們一樣的下場 啊 老黃師傅 他 他怎麼了 老黃師傅他突然癱瘓了 食宿不能自理 只能在床上拉屎拉尿 他的老婆也開始嫌棄他了 唉 我們去看過他一次 那情景真是太慘了 不只是老黃師傅 屠宰場裡的很多老師傅 最近都很倒霉的 啊 有的染上了疾病 有的家裡遭小偷盜窃 最倒霉的應該是阿虹了 他最近和妻子離婚了 而且離婚後 他就過得一直不順利 唉 阿虹他 現在背負的沙葉還不算太重 如果他能及時回頭 還不晚啊 若他一直這樣下去 早晚會遭到更慘烈的果報啊 阿虹 你不是在開玩笑吧 你也要辭职啊 劉主任 在這裡上班 沙葉太重了 你看我們這裡的那些員工 最近接二零三的廚師 這都是果報的原因啊 怎麼 你現在也相信因果報應了 是的 劉主任 因果報應不能不信啊 等到果報降臨到身上 那一切都晚了 因果報應 哼 我才不相信什麼因果報應呢 老公 你們屠宰場最近 可是出了不少事啊 老公 我看你也趁早 離開那裡另謀出路吧 老婆 你就別擔心了 我可不相信什麼因果報應的 老公 你別太固執了 有時候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啊 最近屠宰場裡出的那些事 大家都說 這是因為你們殺生太多 而遭到了報應 老婆 你放心好了 我雖然在屠宰場工作 可我從來沒殺過豬 就算真有果報 也降臨不到我身上 也對 你從來都沒有殺過豬 應該是不會遭到果報 就是嘛 我不會有事的 好了 我要去上班了 最近公司的工作量很大 今天估計得宰殺幾百頭豬 我要提前去安排一下 好吧 路上小心點 好的 老婆再見 唉 今天怎麼這麼倒霉啊 我的車發動不了 公車有晚點 這樣下去啊 可是會遲到的 計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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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主任才四十多歲 沒想到竟然死於車禍 是啊 聽說是他自己在路上 被一輛超車的汽車給撞死的 唉 劉主任他 真是遭到了果報啊 沒想到他身上背負的罪业 竟然如此之大 所以才遭受了這麼重的果報啊 劉主任從來沒有殺過豬 他怎麼會背負這麼大的罪业呢 你們可不要忘了呀 在屠宰場裡 劉主任負責公司每天屠宰的任務 什麼時候殺豬 由誰殺都由他下達任務 雖然他沒有直接殺生 也犯了間接殺生的罪孽 最終終究沒有逃脱 殺生短命的報應啊 原來是這樣啊 屠殺動物的罪責很可怕 殺命罪債難逃 惡暴太大了 遠折兒女盡折幾身 死去以後生生世世 也難逃地獄惡鬼的報應 所以千萬不要再殘殺生命了 十餘後的忍悔 阿威學佛快一年了 每天早上起床 做早課念佛 背誦大悲照 心經回向佛國淨土 按佛法的教導修心 修正深口意 特別是自己的行為 自覺貪嗔吃 越來越少了 也變得更加有智慧了 老公 今天我爸要來 不是要你趕快去市場 買點菜回來嗎 我好下廚準備煮飯菜的嗎 稍等一會兒啊 我念完這段經文就去 念佛念佛 你就知道念佛 我真不明白 念佛有什麼用啊 念佛怎麼會沒有用啊 過去我經常感冒 可是自從學佛以後 我已經有一年沒感冒了 而且不管是生活上 還是工作中 遇到的困難都能順利解決 這都要感謝佛菩薩的慈悲加持 好了好了 你念完佛就趕快給我去買菜 對了我老爸最喜歡吃水煮魚 你一定要買一條魚回來 啊水煮魚 可是我已經慢慢學習吃素有一年了 吃不吃隨便你 反正又不是買給你吃的 水煮魚是我老爸的最愛 他多久都沒來我們家了 你一定要買回來就對了 唉好吧 這位先生 看看我這個大盆裡的魚吧 這些可都是今天剛從河裡抓上來的 你看多新鮮多有活力呀 哦老闆 那你幫我裝一條大的吧 好啊先生 我幫你殺了它嗎 唉 這條魚真是非常可憐啊 哈哈 這位先生你的心肠可真好啊 我想像你這樣心肠的人是不會殺魚的 那我就幫你處理它好了 先生這條魚你打算怎麼吃啊 需要切開嗎 我打算做水煮魚 這樣啊好的 那我就給你切成一片一片的魚肉片好了 可憐的魚啊 請你不要怪我 我會念佛號為你抽肚的 請你不要怪我啊 在水產店老闆殺魚的過程中 阿威則努力地在旁邊為他默念佛號來回向給這條魚 爸你嚐嚐 這是我特意為你做的水煮魚 好的我嚐嚐看 嗯味道可真不賴啊 非常正宗非常好吃 外公我媽媽做的水煮魚是不是很好吃啊 我也非常喜歡吃呢 真的很好吃的 爸我知道你最喜歡吃水煮魚了 所以我特意去跟一位大廚師學了這道菜 哈哈哈哈的確美味的確好吃啊 阿威你怎麼不吃魚啊 來 多吃一點 啊 岳父不用了 我現在已經慢慢學習改吃素了 唉 只吃素怎麼能行啊 營養會不夠的 來 你嚐嚐這魚 味道很棒的呢 哦 這水煮魚的味道還真是不錯啊 當然了 平日裡你不吃魚 現在想想後悔了吧 是啊爸爸 媽媽做的魚非常好吃的呢 啊 誰 是誰在哪裡啊 還我命來 還我命來 南無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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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誰 不要過來 不要過來 虧你還是學佛之人 竟然也做這般殺生的事情 你們全家人 我都不會放過的 啊 原來是個噩夢啊 第二天 王太太 就感覺頭暈噩心 接著 她的兒子 也突然發起了高燒 送到醫院打針 也不見好轉 兒子 怎麼樣了 現在還發高燒不退呢 真的讓人擔心 不要咬我 好痛 好痛啊 兒子 怎麼了 媽媽在這裡 不要害怕 媽媽會保護你的 爸爸媽媽 我好害怕 有一條大魚在咬我 咬得我好痛啊 老公 昨天晚上 我也做了這麼一個怪夢 夢到一條大魚 咬我的頭 結果早晨起來 我就頭暈噁心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啊 難道真是那條魚 來找我們尋仇了 老公 你說什麼 誰找我們來尋仇啊 我想 我知道整件事情的起因緣有了 我會想辦法的 王先生 急忙來到佛堂 念起佛號 開始和魚鱗 進行溝通 你這條魚啊 你這條魚啊 你怎麼這樣執著呢 就算我不殺你吃你 你一樣會被別人殺 被別人吃 還是活不成 你幹嘛 老糾纏我們啊 趕快走吧 這樣對你沒好處的 老公 你跑到哪裡去了 快來醫院啊 兒子又開始胡言亂語了 而且還痛得在床上滾來滾去 你快來啊 怎麼會這樣 好的 我馬上過去 魚鱗啊 只要你不再折磨我的孩子 我發願 誦讀三遍地藏經 把功德回向給你啊 兒子現在怎麼樣了 噓 小聲點 兒子剛睡著 你不是說他痛得很厲害嗎 是啊 奇怪的是 我給你打完電話沒多久 他就一下子安穩了下來 很快便睡了 看起來他也不那麼難受了 真是奇怪啊 難道是我的發願靈驗了 看來我應該真誠地進行忏悔 才能得到魚鱗的諒解 才能抵消自己犯下的罪业啊 魚大德 魚菩薩 我們因貪圖口腹之欲 殺害了您的性命 讓您吃了那麼多苦頭 這都怪我沒有真心學佛 假慈悲 現在我真心地向您忏悔 向您說聲對不起 想起來您受的苦 受的罪 我心裡真的很難過 我希望您能放下怨恨 不要再互相糾纏 因為這樣下去 我們雙方都很痛苦 現在我將今日念佛的功德 全部回向給您 同時我還會念完地藏經給您 願您脫離苦難 離苦得樂 往生善道 兒子 你今天看起來氣色很好啊 爸爸 我昨晚睡得可香了 這幾天我一直夢到大魚在咬我 只有昨晚沒有夢到 一覺睡到天亮感覺特別好 爸爸你帶了什麼飯啊 我都餓壞了 他能吃下飯 就說明身體已經開始好轉了 謝天謝地 我們的兒子終於慢慢康復了 看來昨天我發的怨果然有效啊 昨天你發什麼怨了 於是王先生便把這幾天 自己所做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講了出來 他太太聽後感慨萬分 第二天 王太太也跟隨王先生一起 來到佛堂發怨忏悔 余菩薩 謝謝您的諒解 我們夫妻會一起念佛念經回向給您 祈求阿彌陀佛 祈求阿彌陀佛 皆引您往生到西方极樂世界 那裡沒有痛苦 沒有殺戮 沒有飢餓 天天都能過上無憂無慮的快樂生活 南無阿彌陀佛 南無阿彌陀佛 老公 你猜我剛才看到了什麼 你應該看到了那條大魚 已經去了極樂世界吧 啊 你怎麼知道 因為我也看到了 那條大魚已經徹底原諒我們了 老婆 以後我們可不能再殺生了 是啊 想想過去我所犯下的罪业是那麼的深 真是太可怕了 老公 以後我也要跟你一起學佛放生了 哈哈哈哈 好的 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我們福建人廣東人都有一個慈悲的習慣 初一十五、初二十六 會在門口點一支香 那這一支香 點在上面呢 供養一皇大地諸神 點在下面的 哦 布施給好兄弟孤魂野鬼 所以希望各位把這樣 這麼優良的傳統的佛教習慣 繼續努力做下去 每天晚上至少點一支香 放在樹下門口 給那些可憐的眾生 你願意再點一盞燈 讓他看到極樂世界 那更是莊園 你願意布施一杯水 又放在旁邊 那更是慈悲 如果能夠每天都這樣慈悲 你會發覺 你生命改變了 你心靈改變了 世界也跟著改變了 願各位經常慈悲應共 慈悲事實 阿彌陀佛 願我生生世世 風行山法 願我生生世世 風行山法 往心裡他 願我生生世世 像佛陀佛一樣 清秀清靜的落明 恨不往事 不提醒 5號1樓 聯絡電話 03-347-7666 03-347-7666 上午8點 於桃園火車站 近遠東百貨 備有接駁車 生命電視 基隆無法嚴肆 舉辦八關災戒 點萬燈 購萬水 護生 藥貢 即甘露事實法會 恭請佔佑法師主法 日期 12月24號星期日 上午8點半 地點 基隆法延寺 地址 基隆市七獨區 東興街 65向48號 聯絡電話 02-2456-2057 02-2456-2057 上午7點半 於七獨火車站 備有接駁車 歡迎多加利友 出类 越南 越南 敬礙 百貨 各自日 大衡 公司 斟 九度 大衡 火車 大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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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灯 天灯 生命天使愿你 点亮你心中的灯 我偷寻一生的灯 我与一切有情终 是只有身如一般 愿真满笔酒经历 恒常心怀真爱情 谁处以谁为办事 世纪教祖中被烈 穷心深处私礼堂 奔藏尊他为罪伤 一举一动观之心 震荡烦恼出门上 未来